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曾是沙巴第一强人 在政坛呼风唤雨超过25年的穆沙安曼 正便阴谋未遂 反而触发闪电选举 最终都没有披上任何一档的战袍上阵周选 分析点出 穆沙已意识到自己的三度手掌梦碎 如今选择扮演幕后玩家的角色 他的情况就有一点点像马哈迪 当然他不是完全一样 他要在退休之后 或者是他没有在前线 但是他依然要施展他的影响力 整个局势如果出现 陶冶都是49对49的话 或者是48对52那种情况 当这一些他支持的周议员 推举某一派人成为首席部长之后 那么穆沙安曼的政治要求就会接踪而来 那么他就会提出说他想要的政治上的这个位置了 沙巴巫统清理门户将穆沙拉下马后 以为能一致枪口对外 组成国阵 国盟 与沙巴团结党的沙巴人民联盟 硬案主打团结牌的明星党PLUS 但时评员蓝志峰接受本台访问时 就比较两大阵营 蓝眼和火箭最终在议席和标志上妥协让步 传达了沙巴的一方霸主 是沙非裔为首的本土政党 反观沙巴人民联盟恐怕难以发挥成效 因为各党各有盘算 尤其当沙巴本土意识抬头 本土政党已不惜撕破脸 再重叠选区上阵 因为要让支持者知道 就算输掉一席 也不能丢了尊严 蓝志峰也点出 尽管沙巴政党百花起放 但说白了 政党如衣裳 随时可以换 主要是领袖的个人魅力 大国政党 主宰选票情归何处 而许多小党看准 乱中有希望 以博弈心态加入战维 力求成为造王者 我觉得值得关注的 就是那种博弈 那种独徒的心态 那么其实这一个呢 已经拐离了政治式服务 人民的最大总值 跟最大的这个目标 因为大家都看到说 当朝野的支持力 是非常相近的时候 我就能够发挥关键少数 他也没有想到 没有奢望说 要拿下七八个席位 两三个席位 他们就够了 因为这两三个席位 就足以让他有很大的 谈判条件的筹码 沙巴政局变化莫测 分析也难以说准 谁是最后赢家 因为没有人能保证 未来是三天的竞选期 不会有变卦 马新社电视 李运祥采访报道